然后再绕一圈 然后比较麻烦 OK好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做什么事呢 因为这个地方我要怎么样呢 它的高度要10 所以呢 我就怎么样呢 直接用按拉 然后呢 直接在这个框框里面点一下 然后呢 往下 其实应该直接输入-10就可以了 给它方向 -10 -10 让它往下 -10就可以了 它高度应该是10 应该 那方向给 应该是给另外一个方向 往上然后再-10 或者往下也可以 再一次 这个 这个方向 直接给 给10 给10 因为我给方向 给10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 这个最后的完成的结果 那这样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就解决 第一个问题 看到结果就像这样 再来的话呢 现在只有6颗球 可是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呢 再把另外4颗球放上去 那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其实你要另外再复制 你想说 复制起来 把它复制起来 你光要放都不知道怎么放 有没有 放到刚刚好 那真的是太难了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样 刚刚好可以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上面去 这个就是 这一题应该是最难的地方 不过我顺便提示一下给各位 让各位知道一下 其实 这边呢 可以用一个原理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可以也是一样 先把这边的中心点 先连在一起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之间应该就是等边三角形 对不对 那等边三角形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能够呢 我要能够刚好 下一颗球刚好放在他们之间中间的话 就是等边三角形 在中间画一条线 这个条线呢 也要跟这边的边场一样的什么 一样的高度 那这样子的这个地方 一样的高度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这一颗球的什么 中心 就是它的中心点 就是它原心 对不对 你就放在这个位置上面去的话 就会刚刚好 所以呢 你就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怎么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放上来 放上来 好 那这部分呢 就是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怎么样利用刚刚我们画的这个原理 其实就是正三角追 然后刚好放上 其实你只要在这边画一个正三角追 就会有一个尖尖的地方 那个尖尖的地方 就是你要复制的端点 把它放上去就好了 OK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